你扫一下然后不加你不加你微信你就直接就是付款 可以吧 我说不可以呢 我是没带钱没带现金 对不对 我还说不可以呢 我没带现金 你送外卖能把这吃东西往地上放吗 我是赶时间要走 你这在赶时间 你打个电话我人就在这 我就住着这收衣服 我打了电话 你唱没唱吗 我住着这收衣服 可以听你一清二楚 你今天我给你解释 对不对 你解释你把东西也不能往地上放 是不是 我打了你电话 我赶时间要走 你晚上没吃完 我先给卖一点东西 你点的东西你往地上放 你先什么话你 是不好意思 我现在赔钱 你哪个都送东西 送外卖能把地上放 你首先打电话对不对 打了电话 如果人家没有出来 你可以随便处置 但是你电话还没打 就把东西往地上放 好我赔钱给你吧 不好意思 你这赔钱的事吗 你这大多年都不就是受辱人的事吗 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受辱人的事 有把这个吃的东西往地上放 这个这些什么话 跟我问你 主要这个东西 这房门上有没有挂钩 他这个是有洒餐行为 这个容易 这样能耍餐吧 我问你 这包的包的好好的能耍餐吧 我问你 都是都是这个东西的错 我也不是故意的 不好意思 你怎么不是故意的 从从我送外卖开始 我就没见过去把吃的往地上放 哎呀真的对 除非是你客人 除非是你客户打电话 人家那里放在地上 对不对 你拿你吃的东西 路口的东西 热的东西 你往地上放的 我赔钱给你 你这是赔钱给我的事吗 那你是想象什么结果 你不就想羞辱我吗 你不就想羞辱我 达到这个目的吧 你还有什么 我人就坐在这儿 修衣服 你敲没敲门 我很清楚 对不对 我敲了门 就算你敲了门 等了 我就算一半个 你敲了门 电话就在这边放着呢 你打电话的时候 这东西就给我扔在地上了 是我赶时间要走 我一般人就这样算 赶时间也不至于这样子 你现在给我拉起来 这有点赶的时间了吧 好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呢 你想象什么样的结果 就是说你说一下 你重新再到美团结果 你再重新给我拿一份 拿一份哪 直接我帮你点份吧 好吧 直接帮你点份 我给你点 你真是有意思呢 好 你不要说了 我给你再点一份 你也不要不要再点了 师哥慢点我也不会吃 好吧 你把东西退给我 我也算 我也算是对你连接一进了 你长得白白净净的一个小伙子 干事情干得这么缺德你 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这个意思 是是对不起 是哪个意思 是是对不起 我赔钱给你 把吃的东西往地上扔 电话还没打 你都把东西往地上扔 你什么意思啊 被我的东西试困之前 在我之前 也不能把吃的东西往地上扔 对不起 抱歉 扫一下微信吧 我转了30块钱给你 Serge הם认识 给bies视频 闻一下 扫一下 扫一下 multipl Fox 动辑 非常妙 谢谢 flow